有人说哈登无法与库里相比 特别是昨天的抢气大战 库里砍下了50分 一说零九双雄就成了哈登硬称 结果今天哈登告诉了大家 自己真的不输库里 输的只是一点点运气 几乎在第二轮打绿军 恩比德怕窝不出 哈登单核带队客场作战 裁判站在对面八打五 优势全部都在绿军的一边 但是哈登告诉你 一切都没有问题 第一节上来哈登就是石头七重 火力全开 虽然一个罚球都没有 但是哈登整整砍下了16分 以一几之力抵抗绿三军的进攻 让对方始终无法拉开分叉 然后第二节哈登得分助攻两开花 带领76人打出高潮 于半场结束时 将两队的分叉缩小到了3分 半场的熬战 整整19分钟的拼搏 哈登一个罚球都没有 今天的裁判吹罚到底有多离谱 我给大家上几个经典镜头 第三节目哈登一对一太子爷 罚球线附近跳投出手 塔图姆一巴掌给哈登干翻了 结果裁判不吹哨 哈登躺在地上起不来 回头塔图姆趁机撒回去 招来两个罚球 第四节九分多中 塔图姆走步不吹 反而吹马克西主挡犯规 回头凯特人发边线球 让布朗命中三分 本来两队只有两分的分叉 这一球给拉到了五分 但是凯特人实在太拉了 很快又被746人追到96平 昌海横流 方显英雄本色 赤词詹姆斯哈登 怒从心中起恶向胆面增 6分50多秒 一个三分向外花领无双 后撤步三分命中 帮助球队99比96 反超绿军 此后双方互有攻防 分叉始终维持在两分左右 然后关键时刻 裁判又出手了 第四节三分33秒 哈登持球突破 霍夫德正面防守 两个人没有什么接触 霍夫德自己跳了巴掌高 结果裁判直接想上 吹了哈登进攻反规 回去让斯马特打了个二加一 帮助绿军领先了746人4分 好战回头马克西打了个二加一 就这裁判还想进行干预 人家底线裁判离得那么近 清清楚楚看到了斯马特防守反规 边线裁判离得巴掌远 还想吹马克西进攻反规 最后经过回放 裁判的是防守反规 然后凯特人的布洛哥登都看不下去了 这扫子太他妈黑了 裁判吹赢的比赛我们不要 于是当场气暗通明 助攻马克西快攻拿下两分 再度反超开了他人 然后太子爷突进去 一个铁王上拿到两发球 再反超76人 此后又是哈登 运球到前场 三分线外一顿花里胡骚 后撤步三分命中 又反超了绿军两分 此时哈登的得分已经来到了45分 命中了七记三分球 罚球只有区区四个 也正是这个杀人诛心的三分 将绿军彻底给打梦了 塔通姆无助地看向裁判 裁判说我也没招啊 哈登太牛逼了 于是凯特人只能脚强投降 最终76人 119比115 在没有恩比德的情况下 攻陷凯特人主场 拿下了G1 继续76人 今年纪录赛的不败神话 整个第四节哈登 又是七投五中 砍下了15分 全场高效砍下了45分 六助攻 完成了一场五打八的壮举 你不要看罚球次数方面 两队只差了六个 但实际上场面要糟糕的多 今天的绿军 可以说是背着裁判打球 双方的犯规差了一倍 绿军全场只被吹了10个犯规 而客队76人 被整整吹了20个犯规 刘备已经尽力了 但阿斗哥他还是服务起来 废了吗 让诸葛布朗继承大统 如此绿军才有未来